最近,西北的上空出现了一道奇景,一道蓝色的云形状划过天空,并带来一长条的黄色光运,这样的景色出现之后,众人被这样的景色感叹,并引发各种各样的猜想,是远时掉落带来的景卦吗?还是其他我们不知道了的天文奇异景象呢? 网络上众人讨论纷纷,随后,中国官方发布,这样的景象是由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反导弹试验造成的,东风21导弹之多少,最了解,这一次拦截的导弹是中国的东方-21弹道导弹,这也是一款我们比较熟悉的一款导弹了。 这款导弹被称为航母杀手,就是说它的破坏力和瞄准度,即使是在海上航行的航母也是可以瞄准击打的。 除此之外,它还有一个特别的作用,就是它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备反卫星能力的导弹,因此,如果能够在战争过程中用东风-21导弹打落卫星,那么将对敌方会有致命性的导弹。 还记得曾经沙特为了更新自己国家的导弹系统,愿意用600亿美元与23年的石油供应权来换取。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,沙特的领导人可不仅仅是有钱,再有着是有,黄金这样巨大的资源,沙特更加注重对自己国家的保护,否则一旦有强国攻打,沙特毫无板击之力。 因此,这些年来,沙特一直由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,而东风-21导弹就是合作的一个例子。 反导弹系统的进步之处,这一次实验的过程是在天空身就将导弹拦截了下来,因此可以推断出中国已经可以把握好时机,在导弹飞行的中段时期就可以拦截。 与原来的拦截系统不一样,原来的拦截系统往往会慢一步,也就是一般在八线导弹的时候,导弹已经进入了上升时期,速度已经达到了不能够拦截的地步,而中期的飞行时期一般比较短,原来的百导系统还没有完整的实力有效拦截。 如果到了后期,也就是下降时期,也是几乎没有拦截的可能性,因为它的速度和破坏性都是在不断的增强,反导系统根本无法瞄准。 因此,这一次的反导系统可以在中期拦截,将是一个重大的突破,外国对中国反导弹系统的看法。 为此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,增增也可能危险本国的理由,要求中国公开更多反导系统的细节,主要就是害怕中国东风21导弹的威力,但是真的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危险吗? 外媒分析到,中国的东风21导弹是不使用化学能,而是纯粹的物理能去碰撞而造成杀伤性的力量的,也是难得的可以拦截卫星的导弹。 因此,在反卫星的战争中,这样的导弹十分重要,这也是美国一直要求中国拿出核心资料的原因。 还有外媒猜测,这个很有可能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,因为中国的反导弹系统与当年的苏联反导系统类似,但是这个猜测并没有证实,中国的军事实力更上一步。 不论国外的媒体怎么看,中国人心中总是坚信着中国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分子,中国会更加的保障世界的公平和正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